刘伟德送你回来的是吧 是啊 他说他正好顺路 就送我回来了 顺路 据我所知 他家可住在本方下 你自己小心点吧 他这个人挺花心的 花心这个词 是说一个人同时 跟很多个人交往 韦德哥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不知道这个情况 在不叫花心呢 你随便吧 一鸣哥 如果你不想让我跟别人说话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有什么立场 不让你跟其他人说话 你不想让我跟别人在一起 我也和你一样 现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是安安姐 所以我也没有立场建议 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所以我今天做的这一切 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的感受 我和你一样 你都做的 你只能和我一样 你的意味 你现在去没有人 想让我一样 你上个人手 要什么 可以 我可不可以 你现在去 一鸣哥 一鸣哥 你要是要在书房工作的话 我可以去心仪那儿睡 没关系啊 我已经弄完了 我先洗澡 安安姐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真的好累啊 我先睡了 晚安 好不好 你要绝对的权利 将我身上别人的外套脱掉 我们把你搬空桌搬回卧室吧 这样在楼上多少有点不方便 其实我平时用书房也不懂 不过你来安排吧 再过不久 就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了 我们出去玩玩 旅行好不好 我已经看好了几条路线 拿给你看看 你决定吧 我们明天还得早起呢 我先睡了 我先会借 rus 一 göst 二 acontec 三分 tasted 限仪 快点吃啊 有一会儿笑穿了 叫什么 谢谢��고 还要吃 阿姨 你要吃几个 阿姨今天不吃了 待会儿有人请阿姨去吃披萨 欣姨 请她吃水饺会吃腻的 欣姨才不会腻呢 她们小欣姨吃的 这脸型都快像水饺了 妈妈 爸爸变心了 她吃腻饺子了 每天都吃的东西 当然会被忽略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吃不到了 才会被怀念 阿姨 欣姨 爸爸可没有变心啊 饺子还是爸爸最爱的食物 我一顿不吃我就开始想了 好了好了 赶紧吃 有个孝孝要来了 老公 一会儿我送你上班吧 刚好我出去有事 好 早啊 月圆 好 韦德哥 我给你带了两杯咖啡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就买了一杯加糖一杯不加糖 谢谢你啊 韦德哥 为什么是你来接的呀 我没有市场调查要做 我就过来接十月一块 这数据调研的事可以交给数据公司做呀 你们不用这么辛苦的 梁经纪说了 让我们多跟您的团队学习 这前期啊 自己多跑跑 了解一下市场 顺便也能锻炼一下实习生 好 韦德哥 我们走吧 拜拜 一鸣 不早了 我们走吧 谢谢 丈夫出轨之后 身边的人是最可怕的 让我感觉曾经爱我的男人 已经死掉了 不要去盯着他 往后想想自己让我心事先许 你仔细想清楚 做好准备了吗 该找律师就找律师 如果真的感觉无路可走 那就离婚吧 你好 你好 您看看 这底子的颜色 跟之前差很多 我们只能选接近的料子 但又不是原配 颜色肯定会有出入的 这根本不是我当初的那双鞋子 不好意思啊 我们只能尽量修理 不能保证复原 你决定吧 我这根本不是我当初的那双鞋子 我这根本不是我当初的那双鞋子 我们只能挤那样修理 但是怎么办要是让一双鞋子 想看看 怎么办 这些菜单 你看一看 这的咖啡也好贵哦 它为什么敢买这么贵 试着分析一下 这里的装修很特别 摆放了很多绿植 还有书籍 这里的服务员服务态度很好 很热情 他们看起来很开心 所以在这里喝咖啡 会让人觉得很舒适 很放松 所以我说 你会在职场上取得成绩 因为你具备这样的素质 你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简单来说 就会让人觉得信任 跟你在一起很自在舒服 像朋友一样 是我需要的人才 但是你还是有很多地方 是需要改进的 什么地方 一家店的产品品质固然重要 环境也很重要 我们进一家店 也许会为这家店的环境买单 如果把你比作一家店的话 你的言谈和举止 让你看起来很像一家古董店 古董店 是啊 最近 好像周围 都没有什么人注意过 很奇怪的感觉 我明明在那里 他们却看不到我 但你不是为别人而存在的 不是吗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愿意等 从你的古董袖扣看 你还是很喜欢逛古董店的吗 时月 没什么事的话,我要去工作了。 你在干什么呢? 你干嘛要当面否定良远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在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 你做好你自己工作就可以了。 韦德没教过你吗? 当面让自己的直属领导下不来台, 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韦德哥对我很好。 从我来的第一天, 他就对我很好。 你呢? 他对你有企图, 你自己看不出来吗? 那又怎么了? 至少他对我很好。 你就那么缺爱吗? 谁对你好像是跟谁在一起? 对,我就是缺爱。 谁爱我,我就跟谁在一起。 怎么? 你觉得我很卑微是吗? 我是觉得你太单纯了。 你这样只有被他骗的份。 被骗我也愿意。 至少他愿意骗我。 我想有的人, 连骗我都不愿意。 还有, 如果这个人, 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 其他男人, 无所谓是谁。 有什么区别呢? 你那天在厨房, 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怎么了这么大声? 是吗? 发生什么了? 没事吧。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 那你刚才什么情况? 你希望是什么情况? 我不想做什么。 但是我刚才看到你。 你看见什么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 是吗? 我没想什么。 是你在想什么? 我劝你最好立刻收拾。 她可是你老婆的妹妹。 不用担心我。 我去工作。 我去工作。 还好。 梁经理说还好的意思, 是不是说我很厉害? 的确。 我还真没怎么听过梁元, 会对谁轻易说好。 陈总,你好。